市民社会的问题 我们整个的市民社会建构很不够 我们没有结社自由 我们甚至到现在的国家没有奴会 奴民作为一个行业的利益 没有一个机构 没有一个组织化的状态 去加以展现和保护 我们的律师这个群体 我们记者的群体 没有一个群体 真正能够有一种组织化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现在没有市民社会 没有市民社会 就是每一个孤立的个人 或者家庭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观念方面的 更多的推动 制度方面更多的去推动 可以说跟台湾相比较 我们有太多的 其实差异很大 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新闻自由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说 刚才结社问题 还可以说私有财产问题 台湾从来没有说 把全国的土地都收归国 所有都变成说集体所有制 或者说国家所有制 那么台湾的整个的意识形态的框架 还是一种比较倾向于民主 法治宪政这样的一种框架 而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任务可能更艰巨 我自己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说 一万年太久 我只曾朝夕 现在等不得了 我们干嘛 这个大哥 这个恐怕还是不成 还是需要 你怎么办嘛 你说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许是只能够在极端的激进的那种改革和比较保守的懒惰的改革之间找一个中间值 但是我们会认真地去努力地推动 那么我们再来看 来看